健康台灣作為總統賴清德上任之後的重點政策 賴總統今天親自出席了台灣護理學會110週年的活動 表示要建立醫院護理留任的正循環機制 目標要加增加全國7500位的護理人員 總統賴清德首筆愛心共同慶祝台灣護理學會110週年 週六親自頒發了經驗禮給與學會歷任理監事長 我們要打造健康台灣 也是有信心跟世界各國分享對策和經驗 建立醫院護理留任正循環的機制 促進領造護理師職業的最大化 也讓台灣的護理人力發展 能夠接軌WHO的2030全球醫事人力綱領 賴清德強調目標要再增加7500位護理人員 包括跨部會合作投資護理人力準備 以及落實醫院三班護病比 都已經編入了明年中央政府總預算 而下年度的醫療給付總額 付費者代表方案和醫界代表方案 兩案目前送至衛福部決定 醫界代表主張罕見疾病要費要移出健保 對此為福部長邱太元作出回應 那個罕病依然是在健保的總部裡面 而且不但這樣子 我們公務預算還額外加了21 我們真的很希望罕病的病人跟家屬得到最好的照顧 慶祝台灣護理學會生日的同時 928也是教師節 賴總統不僅是臉書慶祝 現場致辭再一次感謝全台灣老師 為授業解惑而努力 祝賀教師節快樂 新唐人亞太電視 林玉堂 詹仙敏 台灣台北報導 紅的時候 隨身旁行方案